祝德代表处为了庆祝国庆 特别邀请旅居柏林的台湾设计师黄世顺 率领模特儿走秀经验全场来宾 黄世顺说台湾不只有传统艺术 也希望带给国际许多现代形象 魁魏三年祝德代表处再度举办国庆酒会 吸引德国各界超过300人共襄胜举 祝德代表谢志伟表示 德国对台湾的支持力道胜过一望 先前访台的国会友台小组多位议员 在主席威尔许德帅领下表示 德国社会对台湾自由受到的威胁 越来越有警觉 吴隆施的精彩表演让台下观众拍手叫好 日本横冰桥界时隔三年举办大型国庆游行 许多人高喊中华民国换岁台湾万岁 其实很激动 很高兴 中日代表处副代表李士敏表示 台湾越来越受国际社会的作目 尤其是半导体产业更是世界第一 期盼台日携手合作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我能够看到今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飘扬 让我感到无比的感动 代表自由民族的我们的国旗 希望永远在和平的天空下飘扬 国庆日不止国人欢庆 海外朝包与史籍代表部与武力筹备活动 希望拉近台湾人与世界的距离 中文社记者林玉丽 杨明珠 柏林肯定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